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 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中 火星是除了金星以外 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火星也是太阳系中 与地球环境最为相似的行星 了解火星对研究地球早期历史和生命起源 有着重要价值 也对人类拓展生存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登陆火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过去的50年中 航天器曾经成功的降落在金星 图星的卫星泰坦、彗星等 可是却没有哪个地方比火星更难着陆了 火星和地球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和距离绕太阳攻转 所以两颗行星的距离不断在改变 火星和地球最远距离大约4亿公里 最近的距离是5600万公里 每隔26个月 也就是不到两年半 会出现一个非火星的最佳时间段 所谓窗口期 这个时段 火星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最短 航行时间会从9个月缩短到7个月 火星燃料消耗最少 如果无法在这段窗口期飞往火星 探测任务将必须再等两年 2020年是两年一次的火星年 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数周的时间 是绝佳的火星探测窗口 这一年 共有三个国家展开火星的探测发射任务 阿联酋的希望 中国的天问和美国的毅力 从地球发送的无线电信号 到达火星需要20分钟 从地球根本无法及时指挥火星的降落过程 同时 由于距离远 信号就会跃落 加上宇宙中的操声干扰 这对信号收发技术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信号延迟和削减的问题 探测器需要装有高效的通信设备 地面也需要有直径很大的升空测控天线 以免探测器因通信故障而迷失 如果发射顺利 探测器成功抵达目标 而且没有受到太阳药斑 或其他太空物质的损伤破坏 就要挑战更棘手的第二道难关 火星着陆 火星探测最大的难点是在火星着陆 从进入火星大气层到着陆 整个过程只需要6-7分钟即可完成 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恐怖的7分钟 在着陆过程中 探测器必须刹车减速 然后以正切的角度切入火星大气层 角度太陡会起火燃烧并融化 太小则会反弹 火星的大气层比地球的稀薄100倍 由于火星的大气层如此稀薄 因此降落伞的降低效能比地球要低10倍 假设你在火星上跳伞 并且使用与地球相同大小的降落伞 在火星上你会比在地球快10倍的速度下降 如果要以与地球上相同的降落速度 在火星着陆则需要一个10倍宽的降落伞 探测器在着陆时还会用到安全气囊和环冲火箭 着陆器何时开始减速进入火星大气层 进入的姿态角度都需要精准的控制 准确的着陆地点也很重要 火星表面遍布着高低起伏的山脉 悬崖与峡谷 还有大大小小的陨石坑和许多巨石 如果探测器不小心降落在一片充满岩石的区域 探测器接下来在火星表面的行走会有很大的麻烦 更糟的是 如果降落时撞到一块岩石 探测器可能就这么毁掉了 因此火星着陆探测器 一般要选择岩石较为稀少的地方作为着陆点 以减低风险提高成功率 着陆地点通常是在地形相对平坦的北半球或赤道附近 当探测器终于在火星上落了脚 但想要顺利开展工作也并非容易的是 火星上的沙尘暴很大 是地球上12级台风造成影响的6倍 这些肥沙会覆盖探测器的太阳能电磁板 致使其无法正常工作 历史上 美国第一代和第二代探测器 都是受沙尘暴影响而停止工作的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 欢迎你订阅这个频道 及开启频道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影片 谢谢观赏 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